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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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法 物质 内外 种种财富 内财 外财 什么叫内财啊 身体的一切 你说你花时间去帮助别人 浪费你的时间嘛 耗费你的生命嘛 这就是内财 乃至于割半个肝给人家 割一颗肾给人家 没办法割一个心脏 但是割一个肾给人家 这就是内财 外财是什么呢 钱财 地位 名利 妻儿 丈夫 那基叔 来跟师父做居士 男重居士 来帮师父做事 做没多久 太太打电话了 那个居士赶快躲到旁边去 你就知道太太在问什么 阿神还没回来啦 阿师父 阿神还没回来啦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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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连老公 你都不想多布施三分钟 你看看人家赞叹他 赞叹 看到别的小孩出家 呵呵呵 赞叹的不得了 換到他們孫要出雞 要去撈拼了 要去靠了 不行的 我孫不能出雞 如果要出雞等我死 你如果不死 就不用出雞 說話又說得壯壯壯 靠得還這麼大聲 那氣還很壯 不知道要等你死 要等多久 等到時有人老吹牛輩 這都不不死 這就是內外財 不不死 所以一切不死 裡頭充滿著無量無邊 最精確的反問 哪一樣東西你丟不上來 你就死在哪裡 現在反問你 到底哪一樣東西你丟得出來 你供養得出來 你連一句讚嘆的話 你就說不上來 對你的同餐道友 這樣一照妖境 一照下去之後 你就全掛了 所以光第一句話 就縱如泰山 好可怕 他講一切 所以凡夫修不來 第一句就修不來了 那怎麼辦 不是不能修 拿他當標準 拿他當造妖境 造自己 祖書人臨入面 叫我們一切不施 當然是可以不施多少 一直反問 你啊 賺了一輩子的錢 你留給兒孫幹什麼 你爹又留多少錢給你 為什麼到了你手上 你就要留錢給兒孫呢 真奇怪 他要娶老婆 不會他自己去娶啊 你幹什麼要替他買房子啊 他要叫老公 我告訴你 三更半夜 把我看一看的 他就去娶喔 你做老婆 你是什麼需要 是誰都規定的 規定說你要一棟房子 去娶老公 台灣人真怪異 你外面騙來騙去 就騙得多錢 最後才整肚 來去讓離世隨便 這樣說他比較優惠 你四個月一次睡兩月 跟著差 還是台南的夢啊 我都還看過家財萬貫 然後死掉之後呢 只為了說一個骨灰罐多三千 兩個兄弟吵起來 他省了個三千說要來供養萬佛是嗎 不是 要買給 買狗飼料給狗狗吃 你也睡得 你如果在賺一四人 做牛做賣還做鴨 說白癡賺那多錢的 你用盡方法賺了世間的那麼多錢 窮人那麼多 然後你賺一賺之後就給你這三個兒子 然後呢 他感激你 做大功德給你 如果有那也罷了 大部分都沒有 那都是來這裡 完親祭祖要吃你 過你的骨 吃你的肉 輸你的胃 那我過去完親祭祖來倒台你們家的 我講這個 我講這個了 這就是居士都已經學佛了 執迷不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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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知道我們今天能賺錢也是社會上的因緣給我們的 今天要充滿感激的 讓社會更好 那方法兩大類 一類出世的 供養三寶 讓三寶兴容 那社會一定好 第二類 現在救貧救苦救急救難 沒關係 我也去做世間的善法 也可以 你留的夠用吃夠用就好 你為什麼一定要想著要留給兒孫什麼東西呢 屬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如果沒有留的話 兒孫 到時候連一部頓飯都不給我吃 那媳婦也一樣手藏 對我多虧的你知道嗎 那就是要你講 你當初怎麼教你 女兒是歲了 帶到這位媳婦 生到這位兒子 如果知道當初出世就給他丁死 你沒有 那就是你的兒子 你就以前這個兒子了 你還不保持 你又不不思 那不是業上加業嗎 罪賬加罪嗎 這就是華人很可怕的東西 你看看那個大企業家留多少億多百億多百億這樣 這裡藏那裡藏這裡藏這樣子 一死了通通報出來 一家子在吵的要錢 人家是整個社會窮哈哈 社會都沒有 大企業都沒有這種所謂的社會意識跟社會道德 你說你要想修行 台灣如果台灣的企業家還不覺醒 台灣這個小島就沒有福報沉下去 而要誰來覺醒就是你們諸位 你們坐在第一線聽經的 你還把這個觀念拿來做形成社會風氣 你還跟著人家這樣子做那種顛倒的像 你怎麼能立一眾生 所以這一切不思 是最究竟 是直接就自立立他 而且乾淨俐落的 馬上反問你有多少貪拙 所以這是從生的不思 錢財不思 情的不思 內的資產 資據的身肉手足的這種不思 Is the why的一切不思 通通要學 那麼還做不到的時候就是可以反問 我有多少能不思 那正在不思的時候呢 要起什麼 要起私無私相 三輪體空 什麼意思 什麼叫不思 我給人家什麼嗎 沒有 我常常在善元時善會教人家 你哪裡是不思給窮人 這叫善元戶 不是的 是你在供養善元戶 因為他用苦難的生命 演練一次世間的無常跟痛苦給你 眼神真的在那裡看著 無論他是吃毒 無論他是怎麼樣子沒工作做 無論他是過去造了什麼業 所以今天他這麼痛苦 他演練給你看 你今天多一點點小能力去讚嘆他 去支持他 讓你能修一點點的福報 但是呢 你看到了他在因果生命當中的苦 是過去因果所造 你就會深深的感動跟警惕 感動於什麼 感動於他用他的生命 真槍實彈的演給你看 善元戶善元戶就是所謂的救濟戶 這個21號今天幾號 今天10號 在下個禮拜在台南 我們這次借台南佛光山 你看看我都一樣 哪個道場通通就是我的道場 我都去借 我就借佛光山的南平別院 然後在那裡辦 是南平別院嗎 南台別院 南平的是高雄 是南台 南台別院在那個什麼區 安平區在安平區 上網Google一下 或者是加入慈善會的粉絲團 你就看得到 趕快來聽 那就在學布施 我們對於這個苦難的眾生 他用生命演練他的苦難 活生生貨真價實的 痛苦的事實 讓你怎麼樣 無限的感恩 感恩什麼 三個字 第一感恩他 演練給我們看 第二感恩我們的家庭 怎麼樣 沒有讓我們陷入到 這麼樣苦難的境地 感恩我們的過去 我們的過去還好 修了福報 修了五戒 然後今生也願意學佛 或者是願意聽對的事情 所以我們沒有做壞事 我媽今天還有飯吃 不用人家來 那個 那一定是過去事 我也做了一點對的事 所以要感恩自己的過去 讓我們今後不要敗壞了 我們的好的紀錄 再增上我們的紀錄 所以要三種感恩 你看看這一切布施 可以開眼出多少教法 所以正在布施的時候 要升起這樣子的感恩心 無我心 所以我哪有什麼東西給他 沒有 就像什麼呢 就像一條船 坐在湖上面 你把左邊的水 撈到右邊去放 請問這條船有沒有高有沒有低 沒有 這湖裡的水有沒有多有沒有少 你的布施就是這樣 是體空 無相 不著 不著 這叫 這叫連布施也施 也布施 懂嗎 連布施功德也布施 也不可得 這叫一切布施 他可以升到這個程度 第一句話就重如泰山 這樣子布施 OK 好 那麼這樣子呢 正在布施的時候 能施的我 其實只是緣起的 看到這樣 充滿感恩 那不是我能得的 所以能施的我不可得 那麼正在施的那個物呢 正在布施的那個物呢 那個物也不可得 為什麼正在布施那個物不可得 因為這也是你的福報找趕來 那你今天供養給他 其實你有給什麼 你是捨一得萬報啊 雖然你不是為了求報而來的 但是你說你給了一顆蘋果 一個什麼樣子 你把你內心裡真正的感恩心 放在那裡的時候 已經 你這個當中 你已經修到了什麼 修到了無我的智慧 因為無我 所以福報不可限量 金剛經也這麼講 對不對 所以你哪有能施的物 能施的物源起不可得 更何況也不是你看的那樣的意義 好 那當然所施者也不可得 你布施給他 他今天當然是獲得的那個利益 可是你要知道 這個利益不是以他今天這個肉體來受 是你當中用了佛法 用了感恩交給了他生 這個樣子的布施的因緣 生命得到了一點什麼 一點支撐 生命得到了一點支持 生命得到了一點 人性善的光輝的支撐力 他因為這樣子 他不是執著你的東西 也不是那個誰 能夠因此能夠得什麼大利益 而是因為你這樣善心 藉由這個東西交給了他之後 他對人性 他對生命的現在與未來 充滿了光明的期待 以及信任 這個信任使得他 勇於將來也去行善 慢慢的能夠信佛 累結能夠信佛之後 終究走向解脫 他已經不再是那個受惠的 原來的那個人了 在接受你的布施的那個當下 他已經是一個走向解脫 無我的眾生 一般解釋說 被你布施的就是 他也是緣起信空的不可得 當然你也可以這樣解 但這種解釋是一般性的解釋 用大乘 一佛乘的解釋法 要我剛剛這樣直接把它說到 他其實已經種下未來成佛 他已經不是這個凡夫相了 哪怕他很執著你的 你的錢財 你是用這種慈悲善心 無我的方式去供養他 他也得那善相 所以我常常說 你去供養 你去幫助善元戶 就窮人 你不要心中有太多想法 我怎麼讓他賺錢 我怎麼讓他脱貧 我怎麼讓他怎麼樣 你只要純粹的善 那種最純粹的善心給他 那個就是源頭活水 那念善念心 使得他轉他一切惡念 你要知道 一切的窮人都有基於窮的惡因 所生為窮人 要講窮人 你看和尚最窮 再怎麼穿永遠這件衣服而已 什麼髮型 就是這個光溜溜的髮型而已 我們沒什麼東西可得 對不對 但是我們從來不窮過 所以說窮與不窮 不在物質 在念念心 所以你不要去擔心說 那個人還是很貧窮 很多的乃罪社工人員也會問我 這樣怎麼讓他脱貧呢 心裡好無難 錯了 你利益他那當下 無能思所思跟所思 所思者無能思者也無所思物 你用這樣真誠的心交給他 其實他已經種下無我的因緣 所以說 諸佛菩薩 觀音菩薩利益眾生 千处祈求千处印 是千手千眼利益切眾生 可是他從來不會帶著眼淚度眾生 為什麼 因為他能做的在你求他當下 一切三輪體空就做了 所以他不會只取杜眾生的像 這個是什麼 這就是第二句了 從這樣觀察你就知道 你念念不思的心念起 執著之念起就應該是 念起即捨 所以說是說四句記 其實他是混在一起修的 念起即捨 什麼念 眾生不可能沒念 對吧 不能沒有念頭啊 好壞 自在不自在 現在要什麼 等一下要什麼 等一下講完了 你想下去幹什麼 或者是聽了這個法門之後 現在我正在講這個法門 你起一個相應歡喜 不相應迷惑的什麼心 通通是有心的啊 通通是有念的啊 那有念 有念怎麼辦 有念怎麼捨啊 那為什麼要念起即捨啊 他這裡講的念起即捨 並不是第一個 不是叫你無念 恰恰好是因為無助 立眾生 所謂的立身無助 立身也是一個念 啊無助就是捨 換句話說隨起一念 如幻如化 不可止取 若是錯的 那他增上你的什麼 無名夜喜 錯的是什麼 錯的念是什麼 錯的念 貪嗔痴嘛 嫉妒嘛 不隨喜嘛 怨恼嘛 痴心妄想嘛 愛染男女嘛 這都是念嘛 思念男女嘛 思念錢財嘛 那麼爭取社會地位嘛 通通是念嘛 還有顧你這個家嘛 緊張了個要死嘛 你兒子怎麼往回來了 你老公怎麼打電話 他都不接 明明接了又把你掛斷 那是你創啥 替他洗衣服的時候 怎麼聞出了 那個不是你常用的味道 另外女人用的香水味 你就起抓狂嘛 這叫念起 人間法中合情合理 該擔憂 該痛苦 該對立 該探聽 該去做 什麼樣防範 就是人間講 就是這樣合情合理 可是到了你修行念上來說 你如果要修行 無論生無論俗 一切念與自己的貪嗔痴慢疑 我貪愛直取相應 因為這個念叫做增長無名夜襲的念 增長的無名跟夜襲 無名知道嗎 無名嘛 增加你的無名嘛 因為你的無名就是貪嗔痴慢疑來的啊 那現在你還隨順這個念頭而起 是無名洗 那無名 一再地重複 形成習氣 一再地重複的顛倒向 那習氣就兼不可拔 習慣了 那樣 是增長無名習氣 這一念起來了 要捨 這一念起來了要捨 這就是增長無名的恶念要捨 那第二呢 如果是清淨念呢 清淨念 知而己捨 知己捨 不能執著 他是清淨念 因為執著清淨念 執著的本身就是貪念 所以知要怎麼樣 要這樣想 如是如是 我現在起的是清淨念 未來一切對境當中 我不貪求 但若有對境要起心的時候 也起這念心 我就告訴自己 起來了這念心 還好 沒有過失 是清淨念 沒有過失 那麼將來怎麼樣 讓他在遇這個境界的時候 希望我能夠隨順修行 隨順借托法 讓這個念 能夠再起 這樣就好了 那現在起完了 那因緣對境完了 就知道就好了 一份 一份什麼呢 一份理解 也一份欣慰 但沒有半分的執著 跟滿意 我們講修行象 就不可以起來 不可以起一個修行象 你看我有修耶 我講出這麼深奧的道理 我實在有夠 我太崇拜我了 但是你這起顛倒 不是這樣 惡念當然你要知道 哪怕是一念 清淨念 都不可得 所以叫做念起吉神 這真的很深奧的修行 所以當年的上性下原長老 他一輩子在這個山上裡頭 這樣修的 他應該也是有坐山 接應眾生 住食道場 做早晚課 怎麼樣 在生命中 他在這裡體會 那這個體會 就在這個此時此地當中體會的 他臨入面的時候 說了這樣子的法門 念起吉神 好了 那麼接著呢 念起吉神 那能捨 那既然都被你捨了 那糟糕了 那你變成一個無心道人 無心道人有兩種話 一種是好話 就是我做一切是無助心 名為無助道人 叫做無心道人 這句話是對的 因為中國漢語 有些話是簡略說 有時候對跟錯 是修行跟非修行差很大 被解釋成修行語 那就無心道人這樣是對的 有一種無心道人是錯的 外道無心 不知道用心 哭搞在那 做九頭功 做石頭功 昨天晚上跟 跟我們方丈和尚提到了 就提到禪定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跟他聊到這件事 很多外道呢 他以什麼呢 他以壓制那個新的分別件 作為他修行的方法 結果後來呢 他一切善惡法不能分別 也不分別 他誤認為這樣是捏盤徑 其實這樣子啊 連出禪都難進去 他已經 他這個是位道地定的邪定 你會這樣嗎 也會這樣子 他誤認為 那個是很好 那個定是很淺 但是他就不起心 你看有些人念佛 念到後來 是啊 是有聲音啊 可是沒有什麼呢 沒有那個往生的怨心在那裡 茫茫然的就這樣子 只是茫然的念著這個佛號 那半昏睡狀態之中 那個可不是 那個可不是無心 真我們佛門講的無心道人 什麼叫無心道人 起一切念而不直取 這叫無心道人 他能起一切念 當然是善念 或者是 或者是隨順利益眾生的念 但他不直取 或者起一切惡念 能當下輕輕地放下他 不再用另外一個惡強大的什麼念 他知道他不可得 再放下他 這樣子 才真正正順於佛法的解脫 無心道人 那麼呢 既然念起即捨 那這一捨 捨了之後 他剩下什麼 念起來了 起來就捨 他講念啊 你剛剛講惡念當然要捨 連清淨念善念都捨 那是怎麼辦 我告訴諸位 清淨念理論上說 有經典上不說捨 他叫什麼呢 惡法生起的時候另不生 以生另斷 那麼四正情 善法生起的時候另增長 不生另生 那這樣講起來 善法應該另生啊 生了應該另增長啊 是應該這樣啊 那這樣的話怎麼會念起即捨呢 那這善念怎麼要捨呢 你要知道 這是修行 講說的層次不同 你不要起疑惑 對一個初修的人來講 他是講 所謂四正情講的 惡 生起時另斷 未生時另不生 善 生起時另增長 那麼呢 未生 善時 應該另生 他是講善跟惡 是指修行的善跟惡 修行善修跟惡修 不對的修行 你就要讓它停 如果已經停了 不要讓它增長 如果已經發生了 不讓它增長 如果沒有發生 你不讓它增長 那我就要 現在就在跟你講 你如果只取念 就是不順修行 這就叫做惡 這個時候另它斷 他講的是這個 是講原則不再講某一念 你懂嗎 那當我們現在講某一念的時候 哪怕是 淨法亦當色 所以所謂的不夠不淨 心經就這樣講 不夠不淨 淨法對照的是一個 染污法 它就是二元對立 你一定會看到一個染污法 於十項之中 是無有染污 無有清淨 叫做儒儒 向性體力作因緣本末究竟等 是實儒 儒者是什麼 其向儒 其性儒 性儒是 儒是性 是既空即假即中 所以它本質上 既然是空 你還能定義它善跟惡嗎 所以離於善惡 離於染境 那你念起無非就落在於無知 要不就念起於染 要不念起於禁 無知 染跟禁 通通舍 所以第二句祭 講念起即舍 是叫你 住於這個中道相 所以第三句就會跟上來了 你一切念些舍 那我請問 你要舍光光的 那心要住在哪裡 任运隨緣 你看馬上就跟上來了 所以這四句祭很不得了 它是合成一氣再修的 你都要舍 那舍了之後 你心 你總是凡夫 你總是有心 你要心在哪 任运 任运什麼 我們有失誤回去的時候 也掺不透 奇怪 有一次我跟他聊 聊什麼工作的事情 我就隨順地說 某人 這就是任运隨緣 他說 這就是任运啊 他說對 我都 我回來 我把他抄回來 背回來了之後 我還不知道什麼叫任运隨緣 任运隨緣是下面 你要知道 念起即舍 那念起即舍之後 你剩下是什麼 剩下是任运而已 什麼是任运 我要問你 月亮在那裡 有雲 你看不到月亮 雲開 你就看到月亮 我問你 是月亮有來去 還是雲有來去啊 誰說月亮有來去啊 是誰有來去啊 是雲有來去嘛 月亮一直在那裡對不對 遮與不遮 他從來也沒掃過 也沒多過 月亮不會因為雲來遮 月亮少一塊 也不會雲不遮 突然間月亮變大力了 比較大顆啊 有嗎 沒有嗎 當然啦 月亮有時候靠近地球近一點 靠近遠一點 會大顆小顆 這是比 我現在講的是比喻啦 比喻說 比喻說 這個他的本質 不會因為 外在的境界來去 而影響他本質怎麼樣 對不對啊 念起吉舌 就是外在的境界 外在有念嘛 你對他有念 對任何一件事情有念嘛 這是外在的境界 外在境界有得 有生有滅 有起有捨 有來有去 就是這樣 有來有去 但是呢 無大事 什麼是無大事 任運那樣東西是無大事 來來去去無大事 啊我們是來來去去 做事 我們跟人家不一樣 凡夫 祖師也來來去去喔 來人間利益眾生 時候到了走人 走人了之後 再來任運利益眾生 再來又走人 他來來去去 都無大事 你看 他在 他就是立身無助 為什麼要立身無助 因為來來去去 立身 為什麼無大事 因為念起吉舌 無大事 沒帶智 來來去去 沒有事情 因為念起吉舌 那你平常修呢 你正在來來去 你來來去去不對要捨 捨完了心要在哪裡 你總是 你說沒有啦 心不必在哪裡 關心無助嘛 所以心不必在哪裡 是的 但是要給你一個方法無助 老人家在這裡修 一個很好的方法 讓他任運 什麼是任運呢 那是關內心 內念覺醒就像月亮 月亮 那煩惱呢 就像雲 你還是凡夫喔 這是從凡夫修的喔 不是聖人 當然聖人一定可以這樣修 凡夫是怎麼修 凡夫一定來來去去啊 有雲 今天雲來了 煩得要死下去 好煩喔 真煩傳 每個人都有一篇真煩傳 不用看八點檔 自己就會演了 對不對 那就是煩 聖面相 心不想 那聖面相的時候 要知道 你那個月亮 只是被遮而已 月亮的本性是沒少 沒多了 這叫任運 要你任運那個 所以正煩惱時 勿忘你的佛性 那怎麼可能 師傅 我煩惱起來就是忘了佛性 才會有煩惱啊 沒有 你看我們會不專心 你看你正在聽我講經 你也在想 阿大海啊 我的車沒車 不知道 用鏘子嗎 你還想好多 唉唷 我出來 今天早上四點外出 我跟阿蘇不知道有關嗎 如果沒關 現在又燒了 我們家也燒了啦 待會兒燒了就好了 不用再想多了 你會這樣子啊 生生滅滅對不對 生滅當中 有一個不生滅的東西 你要去體會 要去參悟 那不能參悟 你要去知 什麼叫知 能知到正在生滅的那一念心 你知道嗎 現在你去玩鬧喔 你知道喔 那個能知道的心 一定是遠離煩惱才能知道 所以佛教徒之所以名為佛教徒 不是因為他三頭六臂 或念起大悲咒來呢 那個大悲咒水會冒泡 這樣叫做佛教徒 不是這樣的 是因為覺悟之徒 叫做佛教徒 覺悟什麼 哦 佛教徒就這樣 眼光鼻鼻關心 你從來沒煩惱這叫佛教徒 你給我騙 佛教徒受三規五戒 你就沒煩惱了 加好修 這樣修是要怎麼鑽架 怎麼可能是這樣呢 當然不是啊 那不然是什麼 佛教徒不是說假裝沒煩惱 佛教徒也不是假裝 男生不愛女生 女生不愛男生 人家我們 冰清玉節 不要騙 帶個男女像來投胎的 你會冰清玉節 現在那個什麼 那同性戀說什麼 他要主力成家庭 同性戀是一種 心理過去的業障所陷的病 不然他不會這樣 那麼家庭是一種 有延續功能的 名為家庭 因此一男一女 能延續生物種 然後提供這個社會 未來的生產力勞動力 而給予服務 你服務人 人家服務你 所以你應該養兒育女 你不能享受你的青春 享受完了之後 你交一點勞保 叫國家養你 所以養兒育女 就世間人不出家的人來講 那是你的天職 也是你的責任 就好像你走路要注意交通規則 不然雖然腳是你的 但撞到別人 讓別人受傷 你結婚了又不生子 當然那個生理上不能生 沒辦法生這另外一回事 結婚你又不生子 你對這個社會沒有長養的功德 沒有長養的責任 你要知道 你今天走路坐搭公車 坐計程車上來 難道是你兒子幫你載上來 不賤 我跟你說 你兒子這麼不賤 但是就是有人願意賺你這個小錢 把你載上來 他出了勞動力 那個勞動力就是曾經有一對爹娘 養了這個兒女 你才今天買得到這個勞動力 你要知道 所以說 你作為世間人 你在享受別人養兒育女 給你的服務跟買賣的同時 你也要負擔一份養兒育女 提供這個社會的勞動力跟生產力 這就是社會項 而能夠這樣做的 只有一般的異性婚姻才能這樣做 當然他可能不孕整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說正當是這樣 所以這叫做家庭 這是古來是這樣子 那我同性戀沒辦法這樣 可是他的人格不應該被抹煞 也不應該被抹黑 他的一些人權也應該被支持 但是這個不能用家庭的改變定義 來作為方法手段 那今天台灣之所以出這種問題 是因為他還要把其他 乃至於修道人也定位為家庭 我們就叫出家人了 你還把我定位為家庭 叫做多元家庭的一部分 你這樣你就綁票 你懂嗎 把一般非家庭 非同性戀的那種共住關係呢 也綁在同性戀的這個 要把它變成家庭的這件法案當中 用綁票的方式要過關 用心之在是 不夠老實 不可以這樣 所以我們佛教基本上 至少我認識的佛教基本上是 對於同性戀者 我們知道情欲是你個人的選擇 但不意味著各種情欲都平等 你看看有人戀童者 有的人是強暴犯 他也是因為情欲跟人家不一樣而已 有的人特別強盛 他強暴人 有的是因為戀童 那也是他的情欲 但是你可以說他跟你一般正常愛男女 是平等的嗎 當然不是 我們定法律治他罪 所以你不能夠說 同性戀也只是一種情欲而已 我們應該對他慈悲 很慈悲 絕對慈悲 但他不同於異性戀的同樣一種情欲 玻璃圈跟雷絲邊的人 他們的情欲發現方法 表現方法跟需求方式跟一般異性戀 在學術界也好 在生理界也好 它是不一樣的 在真實的社會環境也是不一樣的 你現在要把他要因為要他們需要 然後你讓千百年來極大部分的家庭定義的遵循者 要為這些基本上還是少數的人 完全改變家庭定義 這樣子有人權嗎 這樣就叫有人權嗎 所以常常對於同性戀者的不支持同性戀成為家庭的人 就被那些支持人抹為說 你們這些人太不慈悲 或者太東風太守舊 要不就是不懂人權的意義 懂人權的意義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你要什麼我就得要順你就叫人權 所以這個社會 太霸道 少數人當然要抗爭 沒有錯 但是過度的霸道於這種認知 這就是沒有智慧 這是不對 好了 那麼我們剛剛講念起疾捨 我們講任运 隨緣 就在講這個 也跟這個有關 你對於這樣觀察 我們念起疾捨 我們對於所謂的社會某一些現象 我們不能討厭 也不能抹事 也不能夠鄙視 這就是惡念 要捨 可是要任运 要有智慧 你起念 惡念 貪念 染念 這都是念 這些念你要捨 要捨了之後 你心要落在哪裡 如果你要有一念心 又落在哪裡 人家又跟你說 心是無心 對不起 無心的時候又不能起觀察 又不對 所以要怎麼辦 要任运 見佛性 那我佛性沒有見呢 先知 天台中主張先知 文思這個道理 這就是任运 怎麼講任运先知呢 來 能起煩惱的是佛性 能修的也是佛性 就好像什麼 你看 海浪起來的時候 請問 海浪 浪 波浪 你看看海嘯 大浪 起來 會吹枯拉朽 毀壞一切 就像 類似像惡念 一樣 那請問你 海浪有沒有離開水 有沒有 沒有 可是水如果不聲浪呢 不起風 不聲浪呢 哇 水是靜靜平等相 能夠照了一切 你看夜晚的海邊 平靜無波 哇 天上星星月亮 都照在這個湖面上面 晶瑩剔透 晶瑩剔透 能照了一切的是水 起波喜浪 吹枯拉朽的 也是水 所以啊 染靜一體 不可期望分別 所以我雖舍于染靜 我知道 有不聲不蔑性 那就是實相 任运 就是這樣 所以我正舍之时 我也知道 舍不可承舍 舍不得为舍 我舍的是舍 我直取他的内念心 当我一不直取他的时候 任运起心 向于无我 向于无佐 向于佛性 这叫做任运 这个时候这样子的佛性起作用 那我就可以随缘了 淡念这念心 淡念佛性 不做分别 佛性自然会带你起作用 什么叫佛性 自己带你起作用 我们一般人会不懂 但你一定懂 什么事情 不可思议的 你天天在做 发愿回向 你看啊 你发愿回向 我发愿 我某某生一个小孩 能够出家 我发愿某某 我今天到万佛寺去做敬人 我能够早一点出家 你能不能出家 不知道 但是你的心 你能发这一念愿 与无我相应 与贪嗔痴不相应 与法界性相应 一切众生真如本性相应 你正在起这一念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 到底它发生了什么作用 但是你念念的呼唤 你内在的这一念决性 它任运起作用 天天发愿 天天发愿 你天天被唤醒这个念 这个念力 它就在你内心里 完全不知的状态之下 任运随远地 随你的缘啊 你不是在说 你要发愿早点出家吗 那它就慢慢的成就你出家因缘 所以发愿有效 回向有效 就这样来 其实你都在做 所以你说你是凡夫 是凡夫 可是你却动用了真如实相 在为你的修行铺路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法华经上讲 三朝二暮 佛陀以一法水而灌溉 这三朝二暮 各自不相知 可是各蒙其润 各得滋掌 听到我意思吗 听懂吗 三朝二暮 有大中小三种草 有大乘中乘小乘 也有二暮 有大树跟小树 那就是界外菩萨的 别教菩萨跟原教菩萨 的这种大树 那么他们在山林里头 其实只受一种雨而已 什么雨 佛法雨 对不对 那个雨滴在他身上 结果不同的雨呢 长出怎么样 却有大树 有小树 有大草 有中草 有小草 随其本性各得之任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任运起来 你那个决性显发了 你念念 谁源于这个决性 决性之意 你的决性 你舍一切的颠倒念 也好 清静念的执着念 你这一舍的当下 你让你的佛性 自然显现的 在那里 那么就好 佛性就像我刚讲那个雨 它就会一直滋润着你的身心 你的什么呢 你的内在的决性 你即便还是凡夫 你步步随缘的 向于决性而去 而且是究竟成佛的决性 不是阿罗汉成阿罗汉 不是 所以信源和尚 这种修法是直了成佛的 是大乘的修法 所以这叫做 任运随缘 那么所以才怎么任运随缘 随什么缘 于一切凡夫都做 我想 我贪我爱 种种想 所以第四句就来了 你随缘随立身之缘 发立身之心 做立身之缘 所以任运起佛性的作用 虽然我不懂 但是我完全诵大乘经 发好心 跟随善知识 听闻大乘法 这就是任运了 你能任运的就这样 你不是真正开悟的人 你无法真正 树下水边 涵养圣胎 可是你做这对的事 你的内心里 就在做正确的任运作用 虽然你不懂 换句话说 这样也可以拿来念佛 我念佛念佛念得起妄想心 能念佛的心就是佛性 哪怕你念到睡着了 睡着前一刹那 你还在念内念 你能愿意念想念的内念心 那就是佛性起作用 因为魔颠倒人 业障人绝对不会念佛 只有你内念善念的心 你才能够与念佛性相应 所以你正在念 念的念起烦恼起分别 分别是外来的尘埃 不是你真正能任运的东西 它是外来的云 月亮从来不被云真正的遮 只是因为我们这些凡夫 看月亮的时候 中间隔着云 不是月亮真的有被云遮 换句话说 你不是真正有一个佛性 能够被你的烦恼污染 没有 是你那个凡夫的颠倒望剑 穿透不过那个烦恼云 所以你没有看到后面那个 从来不争不减的任运佛性 是这样 所以叫任运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随月光的圆 任运那个月 随月光的圆 什么圆呢 利益一些众生 所以第四句 利生无助 又绕回来了 就是绕回来 刚好一个圆圈 你就要随什么圆 随利生之圆 发起利益众生的心 所以你看看 我们四红四愿 众生无边四愿度 烦恼无间四愿段 反而无量四愿学 无非佛道无上四愿成 就生起了 那生起这样子的念头之后 你随缘利生 所以任运随缘 那来随缘什么 随缘利生 利生的这一刹那 念念利生 念念无助 所以利生无助 完全合在一块 这四句记 这是当年老和人家 在这个道场当中 他自悟自学自修 临入灭时 要教导给后来人 我听我们方丈和尚说 他说他临入灭前 急急的 已经这个道理现前了 你要知道为什么 他这个道理现前 在临入灭的时候 你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讲的 中阴生将要现前 人类的肉体的夜暴障碍 正要消失的时候 他起正念 他起法的正念 这个法的正念 一起来的时候 过去的夜席 使他要颠倒痛苦生病年老 乃至于怎么样的 那个力量已经弱 要凋谢了 然后因为他平常修行的 余式的力量很强 他向于法的那个修持 力量 正念现前 所以我们常常讲 念佛人要怎么样 愿我临终无障碍 弥陀胜众远相迎 所谓的这个 这个呢 这个我愿我临终的时候呢 自知实至 生无病苦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如入禅定 决定往生极乐 就是这样 欲知实至 心不贪恋 意不颠倒 他就是意不颠倒 他不但消极的意不颠倒而已 他不只是消极的意不颠倒 他还能够正念作义 所以凡夫这一世的凡夫肉体 我们受凡夫肉体 因为过去的业障 过去的业所限 我们受凡夫业肉体所限 所以有男生有女生 有强壮有不强壮 有病有难堪 想要多做一下 肉体堪不住 这里痛那里酸 这就是受肉体影响 可是呢 肉体影响在你淋入灭前 将将要离开他的影响 而他又正起作义的时候呢 哪怕是一切病 都会在一刹那之间 等于没有病一样 这个时候没有病 一般凡夫就会起所谓的 回光返照 然后修行人 不是回光返照 他是智慧正照 因为肉体对他的限制 已经就在那一刹那当中消失 而他还正要起正 他正在法的正念当中 本来带着肉体 他就在起法的正念了 何况肉体恶的影响 痛苦的影响 老病的影响 卸掉内刹那 他突然之间身心无所 这个时候 他会正念在他平常一生修行的正观当中 他会陷起四聚记 这是非常宝贵的修行 这就是临终开悟 是这样修的 密教讲什么 这个中阴救度 中阴救度也是一个善巧方法 但是呢 没有净土法门这么直接了当 净土法门也是中阴救度 他从头到尾一个方法 那么呢 开示也从头到尾一个方向开示 那么这个当然 讲起来是更直接了当 也最能够发挥 那老人家当年是这样子的 心态 状态之间 临入灭前 正念献前 把他一生修持 献为四聚记 写完之后走人 撒脱自在 那我们今天把他这四聚记的一生修行 在这里供养给大家 也算是说结这个 没有在这边剃度的话就结不到 参不到这四聚记的因缘 那今天我们算是说 也感恩这第二代祖师 他在这里的修行的助持 那同时也将这个 将这个法门 对于将这个法门传给学人的 这个普宪长老呢 我也表示感恩 那么所以在这里呢 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谈这个 上性下缘开山二祖 这个叫做 这个缘吉四聚记的修行法药 那么希望 一切见闻听者都蒙吉利 那么就说到这里 向下闻场赋予来日 我们一起回向 大家请合掌 众生无边事愿度 烦恼无尽宿愿段 烦恼无尽宿愿学 佛道无上宿愿成 自归一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法无上心 自归一法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智归一身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境度 上报四众恩 下记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西发菩提心 禁止于报身 同生极乐果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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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藉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 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恶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跨国账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名 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总管理处 107-221-2323 地点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成真护身员义工 工作时间每月第四个星期日 工作内容 除草打扫环境 恰寻电话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恰寻地点 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2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薰席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佛法之旅生命电视和你在